大家好,今天我們會講解另一類呈現周期性變化的物質,就是各種元素的氧化物。 如果大家想即時收到法學科講解的資訊,歡迎大家按鐘仔和訂閱我的頻道。 氧化物的物理和化學性質和涉及的元素截然不同,因為化合物和元素的電子排布完全不一樣。 但是氧化物是如何形成,就很卻缺於那種元素本身。 由件、計量成份,去到化學性質,元素都為氧化物帶來非常深遠的影響。 今天我們就會探討這方面的東西,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第一部分是由納至綠的氧化物的件和計量成份,我們會先看氧化物的結構和件的性質。 在上一課的時候,我們就講到,隨著逐數增加,元素的金屬性質就會低減。 元素就會逐漸由金屬變成半金屬,再度非金屬。 而至於它們的氧化物,顧名思義就是它們和氧元素組成的化合物。 而氧是屬於非金屬元素。 籠統一點說,離子化合物一般都是由金屬和非金屬元素組成。 由於藍、味和鋁都是金屬,所以它們的氧化物都是離子化合物, 屬於具形離子結構,離子之間就有絕強的離子結。 共隔化合物一般都是由非金屬元素組成。 因為第四至第七族的元素都不是金屬,所以它們的氧化合物就是共隔化合物。 而共隔化合物又可以分為巨型共隔結構和簡單分子結構。 龜就屬於半金屬,氧化龜就屬於巨型共隔結構。 原子之間都有強的共隔件。 輪、硫和綠就屬於非金屬,它們的氧化物都屬於簡單分子結構。 原子之間有強的共隔件連接,而分子之間只有微弱的泛德華力牽引。 以下的表就顯示了第三周期的元素的氧化物。 它們的名稱,計量成分,外觀,物理狀態,還有件的性質和結構。 在之前的課題都說過很多次,其實我們是不應該由成分元素的種類 去預判它們之間所形成的化學件。 化學件本身就不受成分元素的種類所限制。 而事實上也有很多的化合物都牽涉到金屬和非金屬之間的共隔件。 但是為什麼我們又會有這個籠統的說法呢? 我們都可以透過電負性的概念去理解。 主軸金屬的電負性非常低,是非常想失去電子的。 這也是獲得白餘體的好方法。 而元素的電負性就會隨著軸數而增加。 軸數越大,電負性就越高。 元素就會慢慢地沒那麼想失去電子,甚至想獲得電子。 由於金屬元素和氧的電負性差距非常大。 一方面金屬又很想失去電子。 另一方面氧又很想獲得電子。 於是就會促成了電子的轉移,形成離子件。 而非金屬元素和氧的電負性差距比較小。 非金屬和氧都想獲得電子。 於是就促成了雙型的方法。 就是大家共享電子,形成共隔件。 總括而言,氧化物就會由巨型離子結構, 變成巨型共隔結構,再到簡單分子結構。 而氧化物所牽涉的件,就是由離子件變成共隔件。 之後我們就會再看各種氧化物的物理性質。 說到性質這方面,由於同一種元素有機會形成多於一種氧化物。 所以之後的討論,我們都會圍繞著幾種特定的氧化物。 包括氧化鈴、氧化尾、氧化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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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氧化鯉。 鈴、尾和鯉的氧化物是屬於巨型離子結構。 它們是由離子組成。 但又相反電荷的離子會被強的離子件吸引。 因此它們的溶點和快點都很高。 而由於在溶溶狀態之下離子能夠自由移動。 所以它們在溶溶狀態之下能夠倒點。 氧化鯉是屬於巨型共隔結構。 鯉和氧原子之間又強的共隔件連接。 因此它的溶點和快點非常高。 只不過由於在溶溶狀態之下沒有自由移動的離子。 所以氧化鯉是不能夠倒點的。 然後我們就會看第一個例子。 A、B、C和D都是屬於第三周期的元素。 而當中的字母都不是法學符號。 下面的表就總結了有關它們的資料。 A部分要判斷出A至D的氧化物的結構種類。 因為A的溶點非常高。 而且在溶溶狀態之下能夠倒點。 所以A的氧化物就是巨型離子結構。 B和D的溶點低,而且不能倒點。 所以它們的氧化物就屬於簡單分子結構。 而C的溶點非常高。 但是仍然不能夠倒點。 所以C的氧化物就是巨型共隔結構。 B部分要提出A至D分別是屬於什麼的元素。 其實都是由它們的實驗式推導出來的。 A就是鋁。 B就是輪。 C就是龜。 而D就可以是流或者綠。 C部分要將A至D按照電負性的遞增排序。 那答案就會是A、C、B、D。 D部分要解釋為什麼A2O3在溶溶狀態之下能夠導電。 那是因為A2O3是由離子組成。 在溶溶狀態之下離子能夠自由移動。 第二個例子,要指出並解釋氧化納和氧化26 哪一個溶點比較低。 那都是跟結構去講。 氧化26的溶點比較低。 因為它是屬於簡單分子結構。 分子之間只有微弱的泛德華力牽引。 只需要很少的能量,就能將泛德華力克服。 而氧化納是屬於巨型離子結構。 但有相反電荷的離子被強的離子件吸引。 我們就需要很多的能量去克服離子件。 第二部分是由納到綠的氧化物的酸鹼性質。 我們可以將酸鹼性質分為鹼性、涼性和酸性。 先講鹼性氧化物,就包括氧化納和氧化味。 氧化納會與水發生劇烈反應,生成氫氧化納。 反應過後,餘下的溶液就會呈強鹼性。 而它亦會與氫酸發生劇烈反應,生成鹽和水。 例如是與氫綠酸反應,就會生成氯化納和水。 也就是中和作用。 至於氧化味,它都會與水緩慢力進行反應,生成氫氧化味。 氫氧化味是一種藥鹼,它只會進行部分離解。 當然,它都會與氫酸發生快速的中和作用。 例如同氫綠酸反應,就會生成氯化味和水。 總括而言,鹼性氧化物就會呈現出鹼性性質, 包括與水進行反應,生成氫氧化物。 也會與酸進行中和作用,生成鹽和水。 之後就是兩性氧化物。 第三周期的就包括氧化類。 雖然氧化類不容於水,也不會與水進行反應。 但是它就能分別與氫和酸進行反應。 當它與氫酸進行反應的時候,就會呈現出鹽激的性質。 氧化類和硫酸進行反應,就會生成硫酸類和水。 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和作用。 而當它與氫氧進行反應的時候,就會呈現出酸性的性質。 氧化類和氫氧化類進行反應,就會生成四強合類酸納。 而至於第二周期也有兩性氧化物,就是氧化皮。 同樣地,它都會同時呈現出酸性和鹽性的性質。 接著就是酸性氧化物。 龜、氛、硫和氯的氧化物都屬於酸性的氧化物。 我們就逐漸去看。 二氧化龜是玻璃和沙的主要成分。 因為它屬於巨型共隔結構,原子之間都有強的共隔件連接。 而要克服共隔件是非常難的。 因此二氧化龜不容於水。 但是它就會與氫氧進行緩冷的反應,生成龜酸鹽。 而當時用熱而濃的鹽,反應速率就會更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舊的教科書, 又會說進行滴定的時候,不要將鹽放在滴定管裡面。 因為滴定管是由玻璃做的。 二氧化龜就會與鹽反應,將滴定管整穿。 但是我認為其實是無雙大雅的。 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滴定時候所用的鹽的濃度不會很高。 這一點就要回到法學平衡課提到的活性度。 活性度是指溶液的有效濃度。 溶液的濃度越高,活性度就會越低。 所以用過高濃度的標準溶液去進行滴定,誤差就會比較大。 既然用鹽的濃度不高,鹽和玻璃的反應就會很慢。 第二,如果不將鹽放入滴定管,就要放入追形瓶。 但是追形瓶同樣都是由玻璃做的。 第三,實驗室的玻璃儀器其實都是消耗品。 如果打爛了,弄穿了,只需要換一個就可以了。 綜合以上原因,我個人就覺得不需要糾結在這些位置。 至於忍氧化輪,雖然它在失溫下都呈固態,但其實它是分子物質。 它會同時發生反應,生成酸的混合物。 將通用指示劑加入反應混合物,指示劑就會呈紅色。 這個其實是很複雜的反應力。 酸的混合物的成份是什麼,其實都很取決於反應的條件。 所以我們都不需要深入探討,輪酸是其中一種會被生成的酸。 而輪酸是藥酸,它會部分地進行電離。 二氧化流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形成酸癒的其中一種空氣污染物。 它能夠同水進行反應,生成瓦流酸。 只不過其實它也可以直接同鹼進行反應,生成鹽和水。 例如二氧化流和氫氧化臘進行反應,就會生成瓦流酸臘和水。 最後是一氧化二氯,它都會同水進行快速的反應,生成次氯酸。 而次陸酸也是藥酸,會進行部分的電離。 總括二氧,酸性氧化物會呈現酸性性質。 包括會同水進行反應,生成酸。 當然二氧化龜就除外了。 它也會同鹼進行中和作用,生成鹽和水。 這個表就是各種氧化物一個小小的總結。 有需要的話,大家都可以停下影片至少閱讀。 在這裡我就不再聚述了。 接下來我們會再多看兩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我們要考慮三種元素的氧化物, 包括氧化尾、氧化鋁和氧氧化輪。 A部分,以上哪一種氧化物的溶點最低呢? 答案就是氧氧化輪。 因為氧氧化輪屬於簡單分子結構, 分子之間只有微弱的反德華力牽引。 我們只需要很少的能量就能克服反德華力, 將分子分離。 而氧化尾和氧化鋁是屬於巨型離子結構, 離子之間是由強的離子件連結。 我們就需要大量的能量去克服離子件。 B部分,以上哪些氧化物能夠在溶溶狀態下倒電呢? 答案就是氧化尾和氧化鋁。 因為在溶溶狀態之下, 它們的離子都能夠自由移動。 C部分,哪些氧化物能夠分別 和氧氧綠酸和氧氧化納溶液進行反應呢? 所得溶液的酸鹼值又會分別高於 或是低於氧氧綠酸和氧氧化納呢? 氧化尾和氧化鋁就是會和氧氧綠酸進行反應。 所得溶液的酸鹼值就會高於原本的氧綠酸, 而氧氧化鋁和氧化鋁就會和氧氧化納進行反應。 所得溶液的酸鹼值就會低於原本的氧氧化納。 D部分,將異上的氧化物分類成酸性、鹼性和糧性。 而氧氧化鋁則屬酸性,氧化鋁則屬酸性,氧化味則屬於鹼性。 第四個例子,在某個實驗之中, 就探討了關於氧化納、氧化鋁和氧氧化瘤的化學反應。 包括各種氧化物銅水、氧氧綠酸和氧氧化納進行的反應。 實驗結果則如表所示,氧化納銅水反應酸鹼值上升, 氧氧綠酸反應會有鹼A的生成,但氧氧化鋁並無反應。 氧化鋁銅水無反應,氧氧綠酸反應酸鹼值上升, 而氧氧化納反應酸鹼值下降。 而氧化鋁銅水反應酸鹼值下降, 氧綠酸並無反應,但氧氧化納反應會有鹼B的生成。 A部分,鹼A會是甚麼呢? 由此,寫出化學方程式,表示鹼A的生成。 鹼A就是綠化納,氧化納和氧綠酸反應就會生成綠化納和水。 B部分,解釋為何氧化納加入水,酸鹼值會上升, 是因為氧化納和水進行反應生成氧氧化納,而氧氧化納是強簡性。 C部分,鹼B會是甚麼呢?由此,寫出離子方程式,表示鹼B的生成。 鹼B就是鴉硫酸酸, 二氧化瘤和氧離子進行反應,會生成鴉硫酸鹼離子和水。 D部分,金屬氧化物是簡性的,而非金屬氧化物是酸性的。 我們就要對這個陳述作出評論,這個陳述就只是部分正確。 因為氧化瘤雖然是金屬氧化物,但它能與酸和鹼進行反應是屬於兩性氧化物。 最後,在今天的總結,第一,是由納至綠氧氧化物的件和計量成份。 第三周期元素的氧化物的結構,是由巨型離子結構到巨型共加結構,最多簡單分子結構。 而件的性質就是由離子件變成共加件。 這是因為元素的澱負性隨著軸數而增加,軸數越大,澱負性就越高, 各種元素和氧的澱負性差距就越來越細了。 第二,是由納至綠氧化物的酸鹼性質。 鹼性氧化物會呈現出鹼性性質,包括與水進行反應,生成氫氧化物, 亦會與酸進行中和作用,生成鹽和水。 氧化納和氧化味就屬於鹼性氧化物。 兩性氧化物能分別與鹼和酸進行反應,氧化鋁和氧化皮就是當中的例子。 酸性氧化物會呈現出酸症性質,它們會與水進行反應,生成酸, 它們亦會與鹼進行中和作用,生成鹽和水。 包括二氧化龜,五氧化輪,二氧化瘤和一氧化二氧。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